大學生了沒 你們大學老師通常都是走那種 學術路線的啊 你怎麼會想要當那個歌手 我其實沒有想要當歌手 你剛剛在幹嘛 你剛剛在幹嘛 你不想當歌手 你出這個是什麼東西 對啊 有專輯也有 對 要送我歌 哇 是你出專輯耶 是 是舞手耶 你跟阿比亞合作過 對 其實他算是我的一師一友 我們大概2001年的時候開始合作 在音樂製作方面有合作 真的嗎 對 你有參與過哪些 他的 像他的那一張 他那一張我是人那張專輯 對 就是得到當年進去講 肯定的那張專輯 就有 然後之後 他自己除了平衡的這張專輯 我也都有參與 對 那我自己的第一張專輯 其實也是他製作的 哇 那這一張是後來 最近才發行的 還用了 我想問一下張老師 就是 有沒有學生 因為你是歌手的關係 所以你的選課率就爆紅 你講 爆多了 沒有耶 沒有 沒有啊 你剛剛因為我 你剛剛在這次去吃網球課啦 應該這樣子 會有人來旁聽啦 對 但是因為我的課程 可能是比較 比較嚴謹的 要求下來 英文說 英文說 不是學術 英文說 太難了 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沒有人敢選他的課 因為他的靈魂是非常嚴肅的 對 所以不會輕易讓你們這些死小孩 想來給我Rap一下就過關 不可能 要 拜託叫我過 要 不要這樣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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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厲害了 我們掌聲謝謝張老師 接下來這位我覺得他們是叫什麼 驚奇四超人嗎 真的 對啊 我們可不可以請問Candra老師 你會怎麼建議同學們去過他們的人生 有沒有什麼座右銘或是你的人生態度 有 就是當學生的時候要多跟其他不同系 不同社團的朋友一起合作 因為像我們現在畢業比較久了 那在一起合作 然後做出來很棒很棒的 比方說演唱會啊 或者是小劇場的作品 也都是跟我們學生時代非常要好的朋友 一起創作的 好厲害喔 我覺得他們除了有才華還有一個就是很堅持 對 因為人生就是像我們也會有很多想法 我想寫劇本啊我想拍電影 想一想就嘿嘿嘿 還是打電動好了 你知道 我們就很容易半途而廢啊 對不對 這點問一下張老師你怎麼鼓勵學生你覺得 可以做到像你們這麼多重的 其實我前兩天看到一個新聞喔 說現在大學生他可能超過七成的學生 他讀的科系不是自己有興趣的 那我是覺得說 與其這樣 倒不如你把那個時間 用在正確的地方 去追尋你的夢 不要害怕 因為其實會犯錯 或者是說會 會覺得可能會覺得很難 但是你只要去做 然後就會就會有那個回憶 那個回憶也已經夠了 對我來講其實已經很棒了 對啊 你們真的很棒 真的很厲害 你看就是說 每個眼睛講話都會發光 結果那柯老師 眼睛那麼小都看到發光 喂 整夢想的時候 所以你看喔 連老師都還在不斷的學習 真的 希望所有的大學生能夠 以這四位當模範啊 好好去追你的夢想 這點很重要 再次謝謝我們 基奇士老師 謝謝 老師合體一下 謝謝 基奇老師 再消耗了 準備要緊張 謝謝